透過對話就是希望 兩條平行線能夠有交集 那麼之前由大學校長協助建立的溝通平台 其實正在進行當中 目前規劃40人名單讓雙方各自勾選 人選不一定要是大學校長 可找曾經深入參與公共事務的人來擔任 像是東華大學校長吳茂坤就透露 消極會前董事長才松林就是很好的人選 只不過現在不宜公開進度 以免消息一出會見光似 以免消息一出會見光似的